哇,Bookie Jolly的视频我已经讲过了5集以上 所以一直关注我的人应该很熟悉这一区 从Skylux到The Tropica到Rosewood Exim Kale Wellness City,然后The Park Sky, Pavilion 1 甚至这里的Lander Property,地屋也是有给大家讲过 有一些视频呢,我甚至还分两集来说 那么这期视频的Park 2 我在环境上也是大概的给大家补充而已 新来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看看我之前所有Bookie Jolly的房子视频啦 不然你会搞不清楚这里的整个发展趋向啊 然后你盲目的去购买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事 从地图上来看,The Park 2几乎是比较靠近Pavilion Bookie Jolly 而且它还有一个连接桥 直接从楼盘的一楼车厂走到商场里面 比起的Park 1我们走过去商场的路啊 那个路程是没有东西遮盖着的 如果是在雨天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你想要购买食品啊 在Park 2是绝对有一个优势 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从Persiaran Jollywoodama的高速公路进来 你不是马上就能转进去公寓哦 因为大路的车速是非常快 如果你刚从大路转进来,然后突然这里转上去呢 后面的车啊,它会来不及减速啊 所以你要绕一圈呢,才能进到去楼盘 这是Park 2的进出口整体的设计风格 是和Park 1一样的 刚刚我们从那边走进来这里呢 就是来客从车位上到来Lobby的一个专用电梯 那么这一区就是属于一个Drop Off Point啊 如果你把乘客放下之后呢 从这里就可以优转回出去了 那同样的在Lobby这里呢 就有一个喷水池啦 除了一些设计的用途啊 你可以发现到很多Pavilion的产品呢 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喷水池的 那其实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使用水的声音来遮盖外面马路的嘈杂声 然后除此之外呢 在风水的角度来看啊 是给整个环境带有一些声气 The Park 2共有两栋 而我们刚刚是从Tower 1进入 然后慢慢走到Tower 2这里上去单位 Lobby旁边这里就是信箱区啦 我们只是简单的带过 Lobby里面给我的一些感觉呢 是有带有一些豪华的成分啦 不是说很豪华 但是有一点那种成分 如果你不方便让来客上来你的单位 那么你可以让他在Lobby这边的沙发 这边坐着然后一起聊 当你走到电梯那边的时候呢 整个氛围又不同了 非常华丽壮观 就算在电梯比较多人使用的时候呢 也不会感觉好像等到太着急啊 在电梯里也有一个牌 还注明了一些共用的设施区 比如G楼的Lobby 二楼的管理层办公室 一楼的连接桥 直接走到Pavilion商场里面的啦 和十楼的设施区 我们已经从电梯走出来 这里的宽度是2.8米 高度则是3米 我们再看看楼层和走廊的户型图 Tower One虽然一层有十户单位 和八台电梯 但在同一层呢 其中的四台电梯是服务着五户单位 而且每五户单位都会有两边都会有两扇门隔着它们的 当然你们也是可以走过去啦 所以这种设计呢 就可以做成一种低密度的效果了 在Tower Two也是一样的情况 不过这里一层只有八户 每三台电梯呢 服务着四户单位啦 相等于一层是有四户单位 在电梯区这里呢 都是使用黑金色来呈现出来 所以有一点豪华和一些严肃感 那么地上也有一条条的黑线呢 这样看起来也不会太单调 那包括它们的方向标设计也是采用了金色 而且当你走到某个角度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有反光啊 那种效果真的是很舒服 当然我也发现到这里的一些单位 是可以看到电梯那一边啦 那么隐私程度也是没有那么理想 所以业主就要经常把门关上啦 这样就会影响到单位里面的空气流通 我们现在要看的单位是Type-C 3加1的双钥匙户型 英文叫做Dual Key 镜头转过来这个户型呢 是3加1房啦 1519方尺 那这一个是双钥匙的一个Studio啦 整个空间呢是可以看到完啦 一眼看完然后被隔开的空间是它的浴室 那么我们从这里进来呢就会有两个门 一个是进到去主要的单位啦 然后另外一个是进到去Studio 这边还有一个大门锁着的 然后这个单位是没有Belcony的 没有阳台啦 就有窗口 然后两个小洞口给你打开而已 所以空气流通那边呢是有一定的限制 餐区跟客厅是开放式的啦 然后这里就是你的主卧 主卧套房啦 还有你的吃卧 吃卧也是有属于自己的浴室 所以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饮食程度啦 然后还好这里有一个四厨房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储存室 我们站在大门左边就是Belkey双钥匙单位 而你的眼前就是正式的单位 随着马币的贬值城里的生活成本增加 你租一整套房子的 的确是很贵啦 如果是跟着市场价的话 但是双钥匙的租金呢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刻呢 特别是薪水不怎么理想的人啊 就是选择Durkey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了 站在业主的角度来看 其实Durkey相等于比较容易管理 因为你投资的单位就在隔壁而已 你又可以很清楚的观察你的租客在做什么 他有没有带一些奇怪的人进去单位做些什么东西 二来租客有什么事呢也很容易很方便的和业主沟通 其实这样挺好的 你又可以以一个单位的价钱同时购买两套房一样 就是租客又可以帮你部分分担你的房贷 而且我又发现到现在并不多单位能够真正的cover到你的工期 我说的是扣除了你的管理费啊 维修费啊还有一些扎费啊工期等等 Durkey双钥匙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在上一期的阿爸也是有讲过啦 你可以让你的父母长备住啦 又可以同时确保他们的一定的饮食程度啦 同时又是直接连到你的单位 有什么事你也是可以好好的照顾他们嘛 对吗 那或者你有孩子 孩子长大了 已经毕业正要出去找工 刚起步的薪水并不多的 那你可以租给孩子 同时你可以分担 让你的孩子分担你部分的工期 当然毕竟是你的孩子嘛 所以在租金方面要多多手下留情咯 这户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当你踏入大门前呢 原来旁边还有一个储存室 这个储存室呢 你可以放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啦 比如说你的脚车 你有时候要下去公园那边 骑脚踏车还是一些东西啦 或者是 喜欢收名牌鞋子的人呢 你里面可以改装到很 很美的一些鞋柜啊 垃圾条LED灯啊 哇照过去那些鞋子啊 很美一下的 紧接着大门的另外旁呢 有一个窗口来让空气流通和增加走廊的采光 走进单位你可以看到客厅整片的玻璃窗啊 整片就是落地玻璃窗啦 看出去的是KL Wellness City的整片发展区 自从Pavilions广场开展过后呢 原本生意没有那么好的店铺啊 那拍店铺是叫The Earth 也是逐渐的给它带上来的 在KL Wellness City啊 Exim啊原来那边也是有一个项目 那么新来的观众们也是可以看看我第135期的视频啊 多多理解那边的医疗层 这里就是餐区你也只有8尺多环的位置啦 应该可以放得下6人的餐桌吧 而餐区的旁边就是你的私厨房 我想说还好它不是给干厨房 因为不管你准备食材包括肉类或者是蔬菜的切割和清洗过程啊 都得必须在私厨房内搞定 特别是肉类你在干厨房啊是做不到的 因为味道很大而且还会飘到整个客厅 如果当时有来客的那就可麻烦了 厨房的concept是带有一些英式的设计 洗衣机就放在厨房里面 不过要经常确保的就是洗衣机是完好的状态啦 不然漏水的话就会影响到那些厨柜的材质啦 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认为选择厨柜的材料也是要非常的谨慎 毕竟这个是属于中型的单位 也是给一个中小型的家庭入住啦 那么他就会有给一个四个包的电子炉啊 Electrolux 瑞典的品牌的这个是 这种插座的设计也是蛮时尚的 一般发展商我们看到所给的都是白色的款式 可惜只有一个洗碗盆 我认为如果有两个的话呢 会比较有效率一些 在洗衣机上还有一个蒙沙的玻璃窗 这样就可以增加厨房内的采光 同时又不会让光线直射到里面啊 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比较温和的亮度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排水孔 石抽方后面原来还有一个储存室 可以让你存一些干粮之类的 那这样的空间你千万不要打去当成庸人方使用啊 因为真的很小 如果你真的给庸人睡的话 我认为你不是冷的 妈的要这样刻薄灭 单位的天花板高度为10.8尺 是一个非常高的尺寸 那么高的天花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就算单位空间比较小啊 你依然不怎么会觉得很压迫 如果你要实验的话 就要体验一些比较明显的感觉啊 你可以去750方尺的单位 你就明显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单位并不是说很小哦 我们现在从厨房走过去所有通往睡房的走廊 走进室窝啊 他也是有一个落地玻璃窗啊 看出去的景观是和客厅一样的 那这种户型我喜欢的其中一点就是 就算走廊外面的人也无法直接可以看到睡房里面去 你要走进来先看到浴室转左还是转右啊 才能直接进到来整个睡房 我们在影片看到单位目前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发展商原本包括的 上面拉了三条电线 你只需要把灯和风扇安装就可以了 细节的是发展商 还有给你踢脚线floor skirting 材质上有很多 就看你室内的设计是什么主题 比如有木制的PVC 瓷砖大理石不锈钢材质等 那么安装floor skirting呢 它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除了增加一些室内的细节美观啊 其实更重要的是 无论你用的是木地板还是瓷砖 都会有一些日障冷缩的物理现象 而使用这个踢脚线floor skirting呢 其实也能为地板伸缩预留一些空间 我们接着大概看看 赤卧的浴室 虽然有四尺宽度 但是安装了脸盆和其他的器具 你只有剩余三尺的宽度走动空间 浴室器具是使用Rocca Barcelona 就是巴塞罗那106年的品牌 墙面的瓷砖是给到顶 然后上面那边有一个小窗 帮给整个浴室有通风和一些拆光 我认为发展上应该包括抽风机 因为会有更好的空气流通 推开淋浴屏的门 里面的空间勉强可以接受 那沉下来的就是你沐浴的空间和干区是隔开的 干区就是你刷牙洗脸和方便的地方 英文是wet and dry area 我实际的去体验主卧的感觉 好像是和赤卧的空间大小是差不远 不过我在户型图上来看 主卧如果是不包括浴室的空间 就等于赤卧和赤卧的浴室空间 那么主卧的浴室的空间大小 也是差不多一样 大概是这样带过就好了 在马桶上面这边还有一些空位 可以给你放你的东西 视频来到这边主要的单位我们已经看完了 紧接着我们看的是studio双药室的单位 我们进去其实是看完所有的空间了 唯有被隔开的空间是它的浴室 这个空间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pantry盒 放一些餐桌 窗口旁边这道门呢 打开就是放你空调箱的地方 Dualkey Studio看出去其实没有什么景观 就是对着别栋楼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体验到整个studio呢 是偏向于暗的 那么在灯的设计上 你要做一些功夫了 单位的部分我们应该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在去设施之前呢 我们跟随镜头给大家看看垃圾室的情况是如何 这里是垃圾室 就有两道门隔住 主要的是味道不容易冲出来 而且里面都打理的非常干净 而且上面我不清楚 那个是不是一台抽风机呢 如果是的话呢 会更加好啦 Part2楼盘其实没有顶楼设施 它只有在10楼而已 从电梯走出来设施这里 你会看到一个板 它有很清楚的描述每一个设施区的功能 我们也可以发现 Part2的设施设计 也是和Part1很相似 只是面积比较小 Part1有4栋 而这里才有2栋 730多户而已 永迟看出去的景观 就是Bukki交流公园和高尔湖球场那边 如果你有认真看 Part2的每个设计 都是非常的简单 就使用一些简单的形状啦 材质和少许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设施区 大部分都是白色 或者是用一些黑色 或者是用金线拉出一些highlight 少许的木质让整个环境融入大自然 总结来说设计上 有点白白咯 按照片 PART 2楼下还有一些店铺 可以方便楼上的人购买东西 由于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给大家拍到 那么最后 我们先回去一楼的车厂 和大家一起走过去 Pavilion Bukit Jalil的商场 D1 接着这个机会 我们就可以大概体验下停车场的宽度了 包括上下斜坡的宽度 现在在P1 只走到前面那一边 就会有一个连接桥 更细心的是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坡 是让那些不方便的人吃 比如说有轮椅这样子过 是很好的一个设计来的 那我就不走完给大家看了 因为视频就会太长 终于来到视频的总结 PART 2可以说是 在Bukit Jalil的中心点 一个连接桥就能避风避雨的走到商场里面 夜晚如果要早点小时呢 便可以在楼下的便利店购买 如果驾车的话 公寓驾出去就是Bukit Jalil大道 当然你上去就是Bukit Jalil大道 当然你上去就是Bukit Jalil大道 那么下来就是Siri肯邦岸 之后短时间内又可以去到 Mexa Kersas NPE大道 这一些公路呢 都可以去到吉隆坡的每一个重要的角落 讲到单位的朝向 这里几乎都是无遮挡的景观 当然如果你是朝向KL Wellness City 也就是医疗层那一边呢 未来的发展我就不能担保了 如果是朝向Bukit Jalil公园那一边呢 会比较好 这个方向几乎是完全没有东西发展了 所以不会有什么变动 那么谈到我比较介意的点啊 就是因为楼盘非常靠近大型的商场 这样就会造成一些拥堵 你要在周末进出呢 都成问题 而且很多可能里面工作的人啊 是为了避免去付停车位的费用 就把车子停在路边 这样就会影响到马路的顺畅啦 特别是商场如果有大型活动 包括新年啊 圣诞节之类 我看你只能待在楼盘里面而已 不然的话你最多是走路到去那个商场而已啦 而且住在这里 当你把窗口打开的时候呢 你会一直听到商场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空调箱排出来的闸声 加上公路的一些车身 相反的我认为这里的地点真的是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认为比较合适作为投资出租给附近工作的专业人士 不过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大家只能参考参考 也是真的是有人在这里常住的 我在网上收 Dual Key到底是可以租到多少钱呢 就是1500多方尺啦 那这个户型如果比较美的单位 可以租得上5000到5500块马币 然后还有少数人放6000多块或以上 可能这个是和朝向和 就是楼层啊 越高有极大的关系吧 如果没有记错 当时Park 2一方尺的售价是850块马币以上啦 而现在网上我所收到业主放的价钱呢 大约是950块到1000块 变动并不大 但是我相信KL Wellness City医疗层完全上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价钱会有所上升 就算到时啊 价钱真的上不来 我肯定你还是可以找到比较稳固的租客群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这部又又又给大家分享了一集Bookit加6了嘛 哈哈OK 对于吉隆坡房子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我下面的微信以及WhatsApp加上 我们到时见 再加上达为吉隆坡房子有兴趣的朋友们 每天坡房子没有我们都看待 看看我们下辑的价钱 我们下辑的价钱 我们下辑的价钱